大家好,我们有些花友家庭可能没有开放式的阳台或者是没有露台 都是把兰花放在室内窗台或者是一个封闭式的阳台养护 那么像这种室内养护的兰花,我们的养护方式要做出一点改变才行 这个时候主要有三点要注意 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保证通风 室内一般通风都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没有新鲜空气的注入,空气可能会比较浑浊 对于兰花这种特别喜欢清新空气的植物来说非常不利 那么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能开窗就开窗 一定要保证有新鲜空气的注入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做好杀菌工作 室内可能虫害会比较少,但是病菌会特别多 但是很容易支撑病菌 因为室内通风不好,再加上水分蒸发比较慢 温度又比较恒定,很容易支撑病菌 所以我们至少一个月要给它使用一次杀菌药做好保护工作 杀菌药有非常多选择 我们可以用多菌磷 或者是甲肌,牛菌磷,带生猛心,甲金钦这些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长期只使用一种杀菌药 最好就是几种杀菌药交替进行喷湿 第三点就是要少浇水 每次浇水的量不能够过多 而且浇水的间隔时间要适当的拉长 一定要保证盆土在七天之内有这样一个干湿循环 这样才更有利于根系生长,也能够有效避免烂根 而且平时也不能够给它喷洒水雾 因为本身室内湿度会比较高 在喷洒水雾,通风不好的话 这个水很容易流入夜心里面,导致夜心腐烂 除了这几点和室外养护的兰花不同之外呢 其他我们大概的都是相同的 做好这些要点,室内养护的兰花才能够养的旺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